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驱魔人大战吸血鬼的故事 长久以来人类与吸血鬼的战斗从未停息 很多年以后,人类为了生存 寄居于教会严密控制的城市之中 并且训练了猎魔教士来保护自己 在结束了与吸血鬼的战争之后 猎魔教士的队伍被解散,并逐渐被世人所遗忘 曾在战时立下汉马功勋的传奇猎魔教士大眼哥 已隐匿多年 可是忽然造访了警察,却给他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原在荒原的亲人受到了吸血鬼的攻击 并且掳走了他的侄女小白花 为了救出亲人的大眼哥,不惜违背主教们的意志 同时,教会派出军队对其进行镇压 都以失败告终 在骑上自己的专属摩托后 大眼哥离开了城市,向着小白花的家一路狂奔 屋子里面一片狼藉 在附近的医院找到了哥哥,憋屈哥 憋屈哥希望把小白花带回来 并对吸血鬼赶尽杀绝 大眼哥把子弹磨成了十字形 警察大壮也自愿进入了大眼哥的队伍 两人结伴准备前往吸血鬼的地盘 根据地上的脚印显示 吸血鬼逃走的方向正是北边 接着,他们来到一所监狱 自愿被吸血鬼感染的人 在里面成群结队的生活 在地牢里面,大壮遭到了感染者的攻击 差点被干掉 大眼哥出手三下五出二就干掉了感染者 这时夜幕开始降临 吸血鬼在黑暗中苏醒过来 大眼哥凭借高超的特技 用十字镖直接秒杀了吸血鬼 飞步一刀直接让吸血鬼毙命 这手段直接震慑了其他吸血鬼 感染者被吓怂了 说出了小白话的下落 两人来打吸血鬼的地穴 大眼哥用照明弹探亲深度后 直接往下跳 结果在地穴里遇到了同伴 靓妮妹 随着大壮的枪声响起 地穴的守门兽 察觉到了他们到来 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十字飞镖对他来说毫无作用 甚至连光都不敢地畏举 大眼哥双手合时 在祈祷后冲向守门兽 靓妮姐果断甩出两块石头 大眼哥踩着石头凌空飞起 一招拔刀就消灭了守门兽 很快他们发现了地穴 已经是人去楼空 而吸血鬼就随着火车 前往小镇 疯狂屠杀人类 当大眼哥赶到小镇时 小镇上面已是一片荒凉 三个驱魔者战死 被吊在十字架上 大眼哥在火车站 发现了一颗怀表 推测出吸血鬼就躲在火车里 一开阳光 他们将会在黑夜袭击下一个小镇 三人在沙漠中疯狂飙车 追上了火车 几个感染者骑着摩托从车厢里出来 开始追赶了靓丽妹 被他成功甩掉 并在火车车轨上放弃了炸药 另外一方面 大眼哥看到毛弹哥也是一脸的工逼 原来当初大眼哥在一次任务中 眼睁睁地看着毛弹哥被抓住吸血鬼的巢穴 没想到他喝下了吸血鬼女王的血后 成为了新的物种 还准备屠杀人类城市 两人是曾经的战友 现在反目成仇 两人在车厢里 你来我往 打得不亦乐福 毛弹哥一度试图 说服大眼哥跟他并肩作战 这样就能获得永生 大眼哥果断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被轰到了车地下面 他强行打破车顶的木板再度爬起来 没想到毛弹哥再次出现 还用小刀把他钉在了墙上 想用火直接烧死他 就在毛弹哥准备对小白花下口时 大眼哥再次爬了起来 用飞镖钉住了毛弹哥的脖子 然后伸手拉住了即将坠入的小白花 这时 亮丽妹骑着装满炸药的摩托冲向了火车 整个火车被炸成了碎片 毛弹哥在火海中化为了灰烬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上期我们说到《掠食城市》 本期电影名我们下期揭晓